美国2020总统大选拨鬼云爵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敢确定最后的赢家 对于此次美国大选 台湾岛内政客是尤为关注 民进党当局更被质疑是压保特朗普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4号表示 压保任意美国政党都是短视的 蔡英文当天也声称 美国民主党也透过各种管道表达对台支持 美国大选结果牵动岛内各政党 4号下午蓝绿药决军开会 不忘紧盯开票结果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4号在中常会上表示 他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 所谓台美关系 不会因为谁赢得这场大选 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必须争取美国跨党派的理解与支持 压保任意美国政党的政府都是短视的 他还强调捍卫食安与深化交流 绝对不是二选一的难题 国民党没有就美国总统选举进行单边压保 反观民进党方面似乎已经立场鲜明 民进党中常委蔡一余 4号出席民进党中常会时 戴上了特朗普口罩公开力挺 而蔡英文当天则在会上强调 近期以来除了和执政的共和党来往 我们争取跨党派的支持 民主党也透过各种管带来表达 对台湾的支持 蔡英文不断对外传达所谓台美关系稳定信号 但外传对于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民进党当局从原先压保特朗普 演变为两套剧本 即如果特朗普当选将深化所谓台美关系 希望尽快洽签贸协议 而如果拜登当选 则要担心国民党利用拜登 在台立法机构阻挡开放进口 含瘦肉精美猪政策 蔡英文4号更公开喊话称 蓝绿都当家过 有责任共同面对美猪美牛议题 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当天也表示 美国猪肉进口问题存在已久 不论美国哪一党胜选总统 美猪都会是经贸议题的第一个障碍 不会因为谁当选而改变 不过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林光华 则有不同见解 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对声音未必都是消极负面 蔡英文谈判出身 应该知道怎样结合所谓在野反对压力 成为对外谈判有利条件 事实上 反对含瘦肉精美猪 国民党已经在县市层面动员起来 4号在蓝营发起总动员后 台北市议会三读通过 贩售猪肉不得含有瘦肉精 否则最高开罚10万元新台币 还能暗次处罚 全案将送往台行政机构核定 势必又将掀起一波和民进党当局的正面对抗